昨天的花友们在群里边一直讨论 什么是洗根换土 什么时候该洗根换土 什么时候不该洗根换土 而且我们群里边有个花友 还起了个名叫洗根圣教 洗根圣手 天天洗根 我跟花友们说 什么时候该洗根 也就是说这个植物 咱们在养殖过程当中 花盆里边出现了烂根 整体的不好 这个时候是该洗根换土了 你们也知道是吧 什么复古之躯 什么刮古撩毒了这种 就需要是洗根换土的 那么什么时候不该洗根换土呢 如果说咱们收到一颗花 它原本这个就很健康 我随便给大家拿一个 如果说我们收到手以后 你比方说这个海肠的威力 它这个根系就很健康 用到的土壤就很OK 你这种时期就千万不要洗根换土了 明白我的意思吧 还有一个呢 就是大家买到的花呢 是泥土 因为感觉养护起来有难度 这个是可以 但不是必须 好吧 可以洗根换土的 别的反正你就了解这个事就行了 还有一个事呢 就是大家洗根换土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几个点 一定要注意几个点 第一呢 你洗根换土可以 但是你不要撕肥 好吧 洗根换土 素土入皮 千万不要撕肥 第二个点呢 尽量的尽量的不要在冬季 就是温度很低的时候 还有一个就是温度很高的时候 尽量的避免一个极度的一个高温 极度的一个低温 不要施肥 别的没啥了 再一个呢 就是入盆入土的时候 一定一定要选择一份挖赛的土 你别跟那个有的花肉一样 咱们之前不就是吗 有个花肉寄过来的一个海棠还啥来的 带来的时候是泥巴土 我看他还洗根换土了 又换到泥巴土 你这是土啥 你这不典型的生孩子卖玩 土玩吗 你这真的是 好了 别的没啥 希望大家对洗根换土呢 不要感觉特别神秘 也不是说非得必须 没啥的时候也多翻翻我之前 给花尔美救治的一些视频 一些养花视频 觉得不乐意点个赞 我老花一 养花最大一 谢谢大家 喝 入来 嘿嘿 嘿嘿 仔继续